好,各位早晨 我是注册营养师 我姓苏,你可以叫我Wilson 今天我们会跟大家讲两部份 就会讲这个营养标签 以及如何在健康煮食方面 减低一些盐分和糖分 好了,标签主要是盐、糖 当然脂肪也重要的 我们看三样东西 首先来说,我们先看盐 盐分有个化学名称的叫绿化钠 这个钠质,如果我们选择一个食物的时候 每100克的食物不要多过600毫克的钠质 就叫做一个不要高盐的食物 所以你记住这条是上限的线 尽量不要高过它 好了,盐有上限,糖也当然有上限 糖其实来说,每100克的食物里面 就不要高过15克 另外我们的脂肪 其实就是每100克的食物里面 不要高过20克的总脂肪 你记住这三条线就是合格与不合格的分界线 好了,盐分太高有什么影响呢 其实盐分的食物是会令到我们身体吸收多些的水分 我们的水分排不出来 留在我们身体里面 如果在血管里面的话 我们的血管的容量就会提升了 那血压就会高了 高了血压就会,刚才我所说的 一些叫做心血管疾病 或者是一些叫做肾病等等 都是跟我一个高血压有关系的 所以其实这个就是盐分太高 而影响了我们身体一个叫做健康的状况 好了,糖分了 糖分高有什么影响呢 体重会上升还是下降? 上升 上升,对了,没错了 因为为什么呢?糖分呢 我们是一个很快速的能量来的 但是这些糖分如果你用不了的话 就会储存在我们身体 就变成做脂肪 所以糖分过高的话 都会影响了我们的长远的 一些慢性疾病的一些风险 所以我们都要留意一下 不要进食太多的糖分 这个我相信大家都会见过的了 这个成分配料其实来说 排位其实是有意思的 排得越前的话就是代表它越多 所以你记住 这些排位就是我们的盐分、糖分、脂肪排的位置越厚 是越好的 好了,我们的营养声称了 这个饼干你看下去 这个样子好像很健康,对吗? 最终你都要看里面的内容 才知道它原来这么高糖分 所以我们说这些营养声称 或者有时一些叫做字眼 有时会有些很混乱的 不要紧要,你就看看营养资料 就会知道那些糖啊 盐分、盐分、多不多的了 好了,另外 另外有些低盐的产品 它不是叫低盐 它是选择较少盐分 较低盐分 但不是低盐的 是的 其实来说它可能的盐分 都是比起我们100克里面 600毫克那个叫做份量 其实来说可能都会超了很多的 好了,标签有直式的 整个表这样 有些是橫式的 那你会见到直式有时会有两行的 有时会有100克、100毫升 有时就会有一个食用份量的 我们记住看的时候 任何时间都是看这100克、100毫升的 用100作为一个标准单位 我们才知道究竟它会不会过了刚才我们那条线 我们记不记得刚才 纳质或者盐分那条线是多少 600 然后脂肪是多少 20 糖分是多少 15 是的,那你记住发梦 发开口梦也记住这三条线就OK的了 好了,第二部分了 那我们要讲一下健康煮食的提示 是的,那无论你在家煮食也好 出去吃东西也好 其实来说,我们要留意 可以的话尽量减低糖分和盐分 那我们会建议大家第一样东西 就是家里尽量少一点 拿碟盐、拿碟醬油 拿碟东西出来碟 有些人很喜欢 切鸡一定是做个姜蓉 或者你说的油菜一定是直叠蠔油 通菜一定是弄个腐乳 其实如果食物够味道的话 不需要特别去点它 好了,这些加工食物是很好吃的 我知道,我也会吃的 但是尽量怎样可以减少吃呢 就不会在家里出现 很喜欢吃的,出去吃吧 所以我会建议大家就少点在家里 储存这些不健康、业制的食物 好了,另外低糖 低糖其实来说 就尽量在家里少点 搞甜酸菜式 那这些甜酸菜式 第一,在家里煮的话 又要复杂一点 又要炸又要成了 第二,其实来说甜酸菜式 它里面放糖 是不是我们平时放多少茶匙的 是记得喝,是多很多糖 尽量甜酸的食物 吃了它没问题 就不要再用来拌饭了 那些汁 就是用糖来拌饭 这样就变成糖分吸收比较多 好,那我们就讲到这里 今天很欢迎各位来到 香港青年协会大埔青年空间 来煮点心 我们就代表群生饮食技术人员协会 做这个怀旧的鲜虾粉果 那我现在先做个馅 先煮一个粉果馅 我们粉果馅是有什么呢 我们鲜虾粉果 有鲜虾 有瘦肉 有鲜冬菇 有这个甘筍肉 有这个马蹄 切小小粒 这样,然后就飞熟它 或者拖熟它 虾又飞熟它 即是那些菇类、马蹄 都是先飞熟它 我们煮这个馅有配料 有蒜蓉 那我们要先炸它 我们先炸它 让它更香一点 一会煮上来 有香味在这里 好,我们放下去 煮的时候,我们要不停地搅拌它 否则很容易会焦的 我们有少许金黄色就要关火了 那我们先倒出来 因为它还有余温的就差不多了 好,我们现在煮个馅 好,我们现在煮个馅 当它油温热,我们才放馅 好,我们现在放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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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们炒了馅之后 我们然后调味 来我们要有些,我们有些 少许鹽 少许鸡粉 少许鸡粉 少许鲜糖 一点蚝油 一点生抽 放进去 有少许麻油 因为粉果呢 一吃出来的时候 要有一点点的汁 所以我们要加点水 放入去,不要太多 好,当我们这些调味品下来之后 感觉是均匀了,我们就放些芡 这个是生粉芡 我们逐少放进去 现在感觉是有点黏性 这样就可以了 好了,我们接着再放些配料 之后炸蒜蓉 提升香味 不要太多 另外,我们有一点芫茜 增加香味 让它有点色彩 我们感觉就是这样 这样就完成了 这个煮馅的程序就是这样 我们现在就再做这个 粉的皮 我们要先拌匀 灯面和生粉拌匀 我们要用温水 即是冬水游水都可以 我们先拌匀 我们先拌匀 开到这样 即是有些流质 这样 我们将一些滚水 另一些滚水 一份滚水 撞在这里 它会像浆糊 加上粉 一起 那我们就可以变成这样 一会儿就可以 用棍子来开 开薄它做就可以了 那我现在做些粉给大家看一下 哇 我们拿一点出来 我们拌匀 这样 切一粒之后 我们先按一按 我们开 用棍子 压扁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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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压得很薄 压得很薄 又不要太薄 很容易串 我们现在包 给你看 我们这样 我们这样摘起来 这个是传统的那些 鳳城鲜虾粉果 那就是这样 然后呢 又做这个烟窩 椰汁 有淘胶 有雪莲子的蛋白行人茶 有这个南行有北行的 譬如一两的南行 就一起北行 这个比例就是这样 一比十 如果太多北行 就会苦的 那样 南行至少要浸六个小时 又或者有时间 可以浸 隔夜都可以的 杏仁味 就会出一点 就更加会好吃一点 那另外 那些淘胶 淘胶 我们买回来 就是用冻水浸了它 浸它 四五个小时 那另外呢 雪莲子 雪莲子是比较硬 要浸一点 要浸久一点 要熬到它淋淋的 才可以的 起码要浸五六个小时 用来打 打了浸的时候 要加 起码打它四五分钟 这样就会融一点 我们再加上去 滚的时候 现在我要加那些配料 下去了 现在滚了 就是另外一锅 那我们再加那些雪莲 哇 好 我们再放入蛋白 再放入椰汁 再放入椰汁 真是 好白 芥菇糕 对了 谢谢 那我们今天的蛋白 椰汁 是人茶 就是这样 就要煮了 我会吃一口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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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不要煮 那你不要煮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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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拿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